中共中央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案经历八个月后,终于被移送审查起诉。 消息称,郭伯雄自从虚裁后,被调查后便陷入恐慌,同时在党内,区内四处活动高仿侦查,并找到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进行摸异。 4月5日,中共官媒通报,中共军事检察院对中央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涉嫌受贵犯罪案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 通报称,郭伯雄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或调整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 郭伯雄对涉嫌受贵犯罪事实公认不惠。 港媒动向4月号报道,2014年3月中旬,中央决定对徐才后涉嫌累计问题进行调查。 2014年4月初,郭伯雄开始对自己的政治生命担忧,恐慌。 在党内,军内上曾四处活动展开访侦查、摸迪等。 他先后找了江泽民、曾庆红、池浩田、曹刚川等。 也曾找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声称汇报近期思想,和原任军委副主席期间工作上的卧室等。 范长龙说,如有问题要谈,要交代,要找中纪委或在组织生活会上摆出来。 报道还表示,中共十六大江泽民,以军委主席身份,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进行分工, 积称建议郭伯雄,为常务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需才后负责政治工作。 很显然把时任中共总书记,军委副主席胡锦涛架空。 去年7月30日官媒通报郭伯雄被开除港籍,移送司法。 官媒通报郭伯雄,落马一个小时后,大陆清洗阵营的财新传媒, 发表长文《郭伯雄臣服》,其比郭伯雄发迹时,称该来的总是要来。 在中共军委员副主席,虚才后落马一年后,他的同僚郭伯雄也难逃罚网。 文章并直接点名江泽民。 今年4月5日,新华社发出郭伯雄,被移送审查起诉通报的几分钟后, 财新传媒转载新华社通报,并再次附录郭伯雄臣服的节选内容, 等同再次点名江泽民。